现在一定要告诉各位观众 盛防剧烈降雨还有狂风暴雨 我们从最新的雷达回坡 你可以明显看到 这凯米台风它是一个墙台 而且它的暴风中心呢 已经非常非常接近 宜然跟花莲的陆地了 目前看起来距离位置 恐怕只剩下40公里了 本来越过今天深夜 这个暴风中心才会触路 但实际看起来呢 你看到现在它登陆的时间 也许会提早到今天晚上 而且你看到它的整个暴风圈 相当广相当大 此刻开始跟中央山脉这边 有一些互动 而这样的互动也会导致 它恐怕在原地打转 甚至往下坠都有可能 预估登陆的地点 就是落在宜然跟花莲的地方 请各位观众朋友 一定要严防着狂风暴雨 因为稍早包括在屏东地区 浴室非常惊人 时雨量来到了123毫米 其实超过这十雨量 50毫米就是所谓的 很大的豪雨了 那么123毫米是什么概念 就是猛烈雨势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此刻全台正式进入 这狂风暴雨的期间 千万要小心在外出的时候 要慎防这风雨带来的灾情了 我们再来看到这凯米影响时间 更加清楚分区来掌握 从今晚到明晨 北北基到陶珠苗 强风豪雨 尤其山区的雨更加的大 那么苗栗到嘉义的部分 风强宇宙山区还会出现大豪雨 至于南台湾也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您看到今天晚上已经开始要出现 强风豪雨之外 山区也会出现大豪雨 而至于迎风面 您看到宜兰地区 盛防的是剧烈风雨 而且要留意 中心稍微接触到宜兰到北花莲 这段时间 因为近中心的风数来到了16级的强阵风 也就是说可能在中心位置靠近的时候 很有可能在当地刮起这13 14级的强阵风 真的要特别当心了 南花莲到台东则是会有间歇风雨 而阵风的部分 刚刚运寒又提醒了 包括宜花还有蓝雨在绿岛地方 13到15级的强阵风是接下来要面对的 而且西台澎湖马祖也可能吹起 9到12级的强阵风 我们再来透过最新的这凯米的美国卫星 带你来看到 有没有看到旁边这个黑色路径 其实就是台湾了 它的中心位置已经非常靠近了 主要是因为台湾的东部海面就是黑潮 海温条件足够 所以让这个凯米台风 它一爆比一爆还要强 这成为它8年来首个强烈台风登陆台湾 因为上一个是2016年的尼伯特 不过这强台凯米进来之后 真的请看到它整个夹带的水气 还有风势相当可观跟惊人 请各位从今夜录夜之后 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都要留意 而接下来它应该会在明天清晨的时候 大约是从新竹这个位置来出海 但是出海之后能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透过雨区预报来带您看到 整体的降雨范围 今夜到明晨 你有没有看到 包括迎风面的宜兰这边 还有包括这中南部的山区 都是紫色一片之外 明天的上午还有明天的晚上 则是中南部地区感受降雨会更加明显 提醒观众朋友 这一次凯米下方 其实拉起了很多的低压带的新南气流 那么接下来在明天之后 会不会还会造成另外一波 中南部的降雨优待观察 但可以确定的是 今明两天都是狂风暴雨 请各位观众朋友 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自身安全 我们再把时间还给家婉 推播时间其实就要了解说 从今天早上一直到今天下午 郁寒在预报这气象播报的时候 发现奇怪这凯米台风 怎么一爆比一爆还要强 甚至到下午的时候 您看到它现在的整体的状况 强度又在提升了 那么所以这一节推播 我们就来掌握这凯米台风 究竟为何会越来越厉害呢 我们这一节推播就请到了 我们的气象的专业顾问 哲胜哥来带我们掌握 我们看到其实这张图 其实是Windy的相关的图表资料 您看到它后方有一个 长长的台风尾 而这样的一个台风尾 大家就一直在想说 难道接下来还有其他的 就是重头戏在后头吗 比如说凯米台风 现在如果逐渐离开台湾了 拖上来的这样的一个台风尾 会为这个南部地区 带来明显的灾情吗 顾问 对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西南季风的这个季风潮 低压潮 那它支持人从印度洋这边 一直过来的 这个水汽 这是中高层的水汽 所以它非常旺盛的水汽 那这个台风如果说 它可以直接进到大陆里面去的话 它的水汽会慢慢减弱 因为它只会带到大陆里面去 对南部的影响就不大 所以预估接下来的话 可能在礼拜五 礼拜六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低压潮带来的水汽 也就是西南季风的部分 接下来这个西南气流 是否会让它稍微趋缓 也就是在接下来中南部的降雨 不会这么明显 对 如果我们如果让它动起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玄界的这个部分 如果说让它play的话 它就这个水汽到了礼拜六之后 它就会慢慢断开 当它这个台风 进到大陆里面去的时候 它会慢慢断开 断开之后 它的这个水汽就会慢慢减少 那供应到 所以说中南部的台风 中南部的这个山脉的这个降雨 就会在礼拜五 台风进到大陆之后 它就会慢慢减弱 了解 那我们看下一章 其实就是它影响最剧烈的时间 大家这回都发现 这降雨非常惊人 尤其其实您知道吗 今天一整天累积下来 宜兰太平山的累积雨量 已经破500了 甚至在屏东感受上非常明显 高雄屏东这时雨量稍早之前 来到了一百一十九 这概念非常惊人 你知道这时雨量超过五十 就已经是一个大雨了 甚至现在感受上是超大好雨 想请教顾问 你看到今夜到明晨 在它登陆的这段时间 台湾这边降雨这么多 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凯米逐渐逼近 但想请教顾问说 这样的一个降雨恐怕会致灾 要提醒的是哪些地区还有重点呢 是 今天晚上它会越来越靠近 所以说它等于说会在宜兰跟花莲中间登陆 登陆之后它就朝着这个方向走 这是它的方向 那也就是说它的中心暴风圈进来之后 它的这个外围的这个云系 也会持续地影响到中南部的山区 它会有一个交互作用产生的影响 所以说中南部的山区会持续在降雨 一直到明天都是持续地降雨 所以这个累居雨量会相当 刚刚你刚讲的这个 它还没有暴风圈 还没有到 可以看到在屏东这边就出现了 100以上的这个 119这么大的雨量 那个等于说是暴雨 那个瞬间的暴雨 非常大的雨量 下面对山区的这个土石流 都会有一些影响 了解 预估总雨量还会来到1800 在中南部山区 真的是不能掉以轻心 那我们大概下一张是警报单 大家也有发现在预报上 它的路径上 你看到一个好像有一点像是V型的感觉 主要是不是因为现在气象鼠认为 这高压对它有影响 但为什么靠近台湾之后 它又好像又会往上冲了呢 因为这个其实导引气流 应该还是 现在的高压看起来 稍微有一点点减弱的感觉 就是说它上面变得好像是一个安行场 我们目前看高层的大气是这样 因为现在它是一个强烈台空 强烈台空的话 受到高层的气流导引的权重会比较多 那它接近到这个陆地的时候 它会受到陆地的这个地形影响 它会稍微减速 减速之后它就会有点摆动的作用 所以它会稍微向南摆动 之后的话 它还是持续的会朝西北方向移动 所以这个今天晚上午夜 应该还是这个台风会登陆的这个时间 五月前后 但它摆动的话 滞留下来的话 对台湾的影响就势比家具楼 我们透过现在的这雷达回坡来看 更加清楚 刚刚顾问也有提到 这雷达回坡上看得更清楚 有没有看到甩进来的雨带 中南部地区 感受雨是相当明显之外 北台湾也看到没有 这个红红橘橘的 其实就是甩进来的这些降雨 想请教顾问 我们看到这个凯米台风 这个巅峰之之来登台 它接下来其实带来的风雨 是不是更强烈呢 是 一定会的 因为它的这个中心 可以看到这个眼墙 非常清楚 从雷达上面看到的 非常清楚 然后它的颜色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表示 它的这个雨滴的大小 就越来越大颗 像这个橘色的部分 红色的都是大颗的 当它进到宜兰的这个 苏澳这边的时候 它的风刚好是吹进宜兰 从这边吹进来 所以说宜兰今天晚上 越晚 越深夜 要承受这个强风 豪雨的这个侵袭 了解 顾问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除了雨之外 风也蛮大 看各地都有一些 受到风带来的灾情 最后这影响重点 我们再请顾问 帮我们解答一次 这一次呢 其实风雨部分 最明显的时刻 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这段时间的风雨最剧烈 尤其刚刚也反复提到 中南部地区要留意 这超大好雨发生 风的部分其实也要留意 登陆之后 这个风可能会上看 12到14级这样的强阵风吗 还是说现在进风数 可能会来到16呢 对 在登陆点 就是宜兰的附近 它的风绝对是最强的 接近到 不管是出现14到16 都有可能 尤其是苏澳那边 它这个脚雨效应 那至于说其他地方的话 我们绝对不能掉以庆心 也是会产生大概 11级左右的风 加上侠管效应 了解 我们谢谢折胜顾客 为我们带来详细的 这气象解析 那也其实提醒 你要留意 接下来相关的这风雨 也希望在这个台风当中 大家都能平安 以上是这节推播 再把时间缓解造和 捷律人潮剧集 手上大包小包 因为受到凯米影响 班剧改为15分钟 如果错过 恐怕就得 等等等 排在等候线后面 许多外国游客担心影响行程 反观台铁人潮相对较少 因为12点前对号列车停驶 只有区间车行驶 不过中午12点后会有新的调整 受到中台凯米的印象 台铁宣布在中午12点过后 全面停驶 民众纷纷赶路 因为晚来恐怕搭不到车 最后一班搭那个区间车 扫医到火车停驶 好像好多年没有火车停驶了 客运也减班啊 我早上从金山过来 他也是减班 一个小时一班 民众来搭台铁纷纷不空 但不止台铁 高铁中午12点前正常行驶 12点后调整为 一小时只有三个班次 端点站南港和左营 调整为20分钟一班 末班车也会有所调整 南港左营晚上9点40分 双向对开 南港和左营往台中 最后一班则是晚上10点40分 而开车的民众也要注意 现在有没有看到现场 已经摆上了这个纽泽系户来 现在已经是全线封闭的 那在早上八点开始一路封闭 那封闭到什么时候呢 目前公路局他们预估最快是礼拜五 才会恢复通行 首当其中的东部地区已经预警性封闭 多个路段包含苏华公路台七线台八线 全台有八大公路都预警性封闭 至于航空交通国内航班取消261架次 国际线也取消201架次 台风来袭各地交通都受到影响 提醒民众出门前先行确认资讯 以免扑空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高雄的旅运中心 那可以看到我后面很多游客 大家是正在下警力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呢 这个议事邮轮哥斯达号呢 原本要去冲绳五日游 那因为台风凯米新闹的因素呢 是提早返航回来高雄港 那这个邮轮原本是从高雄港21号的时候 基隆港21号的时候从基隆港出发 预计要去冲绳的纳坝还有石渊道 不过是因为台风凯米的关系呢 是三度变更了行程 那在今天的时候是让游客下高雄港 那其实昨天的时候呢 就有不少的旅客不满了 说为什么这个邮轮公司呢 明明知道有台风要来 却还硬要出发去这个旅游 那是在船上有一个抗议活动要求退钱 而且他们不满的是说 为什么从基隆港出发 回来的时候却是高雄港 那其实呢 因为这个台风是从北部贯穿的因素 所以他们可能因为暴风圈的关系 所以才选择让旅客下高雄港 那他们在高雄港这边呢 也有相关的接驳 包含一些把旅客送到朝马转银站 或是去送到左营高铁站的一个接驳的服务 那我们其实刚刚也问过几个旅客呢 他们自己觉得说 他们这个是满意的 因为他们可以有一个接驳的活动 接驳的一个工作 可以让他们够直接回到家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这些消息 将时间尽头交换给棚内主播 多个观众 记者目前人所在的位置 就在花莲秀岭的富士国小收容站 背后大礼堂这些打着地铺的村民 他们通通都是昨天晚上连夜从富士村 撤村而来 他们都说呢 虽然收容站这边呢 冷气很凉 但是食物还有相关的东西也很充足 不过呢 他们住在这里心还是细着家里 而且其实睡在这里 其实还是觉得有点的不习惯 让我们来听一段稍早访问 真的我们每次都台风 地震 都会撤离到这边 因为毕竟这不是我们家 也没睡不习惯 对 晚上都没办法睡好 人在这里最重要了 对啊 没关系 安全最重要 对 其实其他都不重要了 好 可以看到村民现在都陆续起床 不会有村民是一早醒来呢 就准备好收拾东西 要牵切绝书 现在马上就要立刻回家 让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比较安全 没有 没有家里 还有宠物要养 不是不习惯 有时候想念 不要学会在家里 而花莲秀岭这边呢 目前还是像这样子下着 一波波的间歇性大雨 虽然风的感受力还不大 不过随着台风越来越逼近 感受就会越来越强 民众千万不可轻忽 这台风的威力 要在家做好防台准备 以上现场最新将时间 尽头交换 大家看看 有那个米苔台风 米苔台风要来 我们的农民现在很紧张地 在采黄金桃跟水蜜桃 农民们都担心辛苦 好几个月的成果 会被开米苔风搅乱 只好立刻到果园里 将一颗颗桃子采收 这里是新竹尖石乡 农民忙着采收水蜜桃之外 镜头再转往屏东农民 也在莲雾树上统统盖上黑布 因为实在担心 墙风会对树枝和树叶造成损害 影响接下来莲雾的 催花挤结果率 另外在宜兰三星乡 一捆捆的青葱躺在农地上 农民也是一刻都不敢停下 手中不停地把辛苦 种好的青葱抢收到货车上 希望赶在台风的摧残之前 就起作物 昨天下子已经来不到 平均价已经来到207 基本上台风过后 当然有些损伤 在损伤扩种当中 它绝对量会少 还有台中各地区 农民都战战兢兢 全方位做好应对 南投的芋头农民 也是趁着风雨变大之前 提早采收 台风来的时候 尤其是风它比较不怕雨 如果你是不砍的话 它会整个把你统统倒腐掉 倒腐掉以后 你这个芋头就没用了 另外在云林的柚子 也在几乎要成熟之际 遇上凯米台风 实在让农民很头痛 就怕这次风大雨大会严重影响收成 只好赶紧采收 重量现在其实已经接近采收的时候 果实重量其实已经很重了 如果台风风或雨过大的时候 其实将摇下来 可能数字就断掉了 还有在苗里的红枣农民 木黑在果园里将一颗颗红枣摘下 在彰化的花椰菜果园 农民也将绿色的网子 把菜全部包好 把预防做到最完善 如今只希望能够将台风的损害降到最低 让辛苦好几个月的农作物不至于血本无归 农村新闻综合报道 主播各位观众 持续带您来关心这个中台凯米的最新状况 现在呢 它的暴风圈是逐渐的靠近台湾 那在北台湾的基隆这边 现在的状况呢 你可以感受到风势呢 是非常的强劲 最大阵风呢 有测到八级阵风 而且呢 甚至记者连站都已经快要站不稳了 不过呢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雨势呢 其实它的雨势是属于间歇性的雨势 都是一阵一阵的 但是呢 雨势的状况都是属于偏大的 另外呢 在海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外海的部分呢 已经掀起了甚至八到九到十级的长浪都有 另外呢 在靠近沿海的地方也有三到四米的长浪 不过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朝经公园这边呢 其实它上面有些这些店家 它都已经做好了这些房台的准备 不管是拉起绳索啊 还是做好这个铁钉的准备 他们都已经做好了房台措施 而且现在呢 这些店家呢 也都是没有营业的状况 那在外面的这些椅子呢 也都有加装这个铁条固定 另外呢 我们可以再关心到的是 在朝经公园上面呢 它这边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装置艺术 像这些飞天扫帚啊 他们其实都已经拉了非常多的绳索去固定 就是呢 要避免这个强风呢 把这个扫帚给吹起来 可以看到现在扫帚呢 其实它都是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 但是呢 它下面有加装铁条 就是要避免这个状况出现 不过呢 我们还是要提醒民众在台风天呢 不管是你要外出啊 还是你要出去采买东西 都是要非常小心留意 因为呢 不管是风还是雨 一定都是越晚会越来越强劲的 以上呢 是现场掌握到的最新 我们先把时间交换棚 好 主播客观众 带您持续来关心 这次中度台风台名的最新情形 而我们现在记者人所在的位置 就在台北的阳明山竹子湖这边 其实可以看到呢 这个台风呢 风雨呢 是相当的明显 这边其实感受度上也是有相当的明显 其实我们从山下一路呢 到山上都可以看到 沿路上有大大小的树枝 就被这个风雨啊 吹落到地面上 而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 这次的中度台风 其实真的是不可以少看它的力量 所以呢 这边一旁的派出所啊 都已经做好这个防财的准备 您可以看到说 它都已经将门玻璃门窗 用胶带给封闭住了 就是怕说 其实越晚这个风雨呢 是会越来越明显的 而我们现在人就在阳明山的 这个竹子湖这边 您就可以看到 风势跟雨势呢 是相当的强劲 而且是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啊 那现在呢 它是属于一阵一阵的 那个风雨呢 也是忽大忽小 但是呢 千万 就像您现在可以看到说 这个风突然 吹了一个过来 所以风势雨势呢 是相当的明显 要提醒大家说 千万不能这个 大意说这是台风 因为呢 它现在已经是发了 发布了陆上跟海上的警报了 那由于它这个暴风 就在稍早呢 其实已经触碰到台湾了 所以这还不是风雨 最大最明显的时候 预计呢 这两天 它的风雨会是越来越明显 而且接下来 还是会越来越大的情形 那还是要提醒大家 要做好防台的准备 那么以上就是 现场的这些情形 请时间镜头再交还给朋友们 好的 现在记者所在位置 是在台北市的万大路水门这边 那因为其实呢 昨天晚上在发布警报之后呢 水门是进行了关闭 那也让提防里面的车辆 也全部都要往外面移动 虽然台北市政府呢 已经有开放红黄线 是可以进行临停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现场 其实是很多车辆是直接停在车道上面 而且是临停了一整排的车辆 其实这样子已经是造成了违规的情形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后面呢 这边是有非常多的批发商 果菜商 他们要进行下货的状况 那其实这样子基本上呢 就很容易造成并排的状况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车子 目前是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 所以其实基本上停在这个路边的 这样的状况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不过当地店家也有告诉我们说 基本上在上面引到的部分 也是有很多部分车子违规的状况 那刚刚一朝有告诉我们 其实现场因为这样子临停的状况 车道只剩下一道可以通行 其实一度是造成交通打劫的状况 那当地商家也有告诉我们 其实基本上这样的状况 是在台风的时候会发生 那接着现在雨势越来越大 其实我们刚刚也有看到 有车子是直接停在斑马线上的情形 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看到说 很多店家其实都还是在进行下货 不管是风雨啊 风大雨大都还是要进行下货的状况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在路边围停的部分 其实不只是一边车道 快速车道的部分 其实连里面的这个车道 也都是有临停跟围停的状况发生 那其实我们可以 虽然刚刚那个北门已经关闭 那虽然是有围停这样的状况 今天早上台北市政府也有进行 提防外脱掉的情形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其实基本上现在这边的 道路算是一度的有进行打建 那我们就是现场最新情形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回棚内 好主播各位观众 持续带您来掌握中台凯米的最新相关资讯 记者人目前就在花莲的重德管制站 可以看到我身旁已经摆起了整排的三角锥 而面前的铁门也是两边通通关闭 还有人员在随时管制 这是因为呢 从今天早上的八点开始 从苏澳网和人是双向通通封闭 这意思是说呢 不管是你要进到花莲市区还是出去 花莲市区其实都是没有办法的 其实大部分的民众都有收到这个消息 所以目前的车潮是相当的零星 不过还是有大货车司机是到场 才发现自己被挡了下来 只能错愕的再掉头回去 而不只是公路的部分受到影响 铁路部分也有部分停驶 像东部干线呢 它是全线停驶 目前花莲网树林是双向通通停驶 所以等于说如果你想要搭火车 你开车没办法 你想要搭火车 从花莲回到北部的话 其实也是没办法的 但目前在12点之前呢 从花莲到台东 目前还是有开放的 所以如果民众急着回家的话 在行前一定要查好交通资讯 免得到场才发现自己被挡下来 然后又不知道要去哪里 会感到相当的错愕 云上市场最新将时间交换棚内主播 好 各位观众朋友呢 现在一样在卢上温泉 为你来更新最新的消息 那现在呢天空一样 还是在下雨风雨 逐渐变大状态 那你现在看过去呢 这一条的塔罗湾溪这个部分呢 旁边看过去这边一般都是道路 那在去年8月的时候 越遇到了台风尾的影响 那那时这里的下雨是下得非常的急 吸水暴涨土石整个覆盖到了建筑物的二楼 那现在虽然已经清了差不多了 还是可以看到土石残留的痕迹 那你可以跟着我走过来这里 尤其是湖畔的旁边这一块 那树这边其实还是有土石覆盖的痕迹 歪斜的状态 尤其呢是看到这一个电线 这个电线沿过去是一个电灯杆 电灯杆下方这里就是掏空的状态 看起来非常的危险 尤其呢往旁边走 还有电线杆断掉 还甚至呢有一个就是 人穿过的这个夹脚拖的痕迹 这都是产留在这边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夹脚之后呢 看过来塔罗湾溪的上方的吊桥 这个吊桥呢 它原本是有两条的钢条 也就是钢线来固定住它的 那因为现在塔罗湾溪桥正在进行整治 所以呢土石跟车只要进来的状态 只能先拆掉一条的 钢线 因此塔罗湾溪这边呢 是禁止其他人的进出的 因为药桥会比较摇晃 但是不会有安全疑虑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塔罗湾溪这一块的溪水呢 因为随着雨是一直下 从昨天晚上就不停地在下 所以溪水呢 是有比较多也比较湍急的状态 一直在往下流 但是因为这边整治的状态呢 是挖得够深 目前还没有涨上来 而且底头的这些居民都已经撤离了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现场最新状况 主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